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父亲节 首先祝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我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我的父亲 以及我七十五代之前的父亲 是哪一个呢? 就是你拔山是弃盖世 时不利是追不世 追不世是奈若何 余姬余姬奈若何 一代英雄 西楚霸王 汉宇 另外一个汉家的祖先 是哪一个呢? 如果大家看过这个 被誉为天下第一霸气的对戀 形容汉家的祖先就是 陈喷天子父 又作圣人师 曾经将天子的老道煮来吃 亦都做过圣人的老师 这个呢就是另外 天子父呢 陈喷天子父当然呢 就是指汉宇 然后又作圣人师 谁做到圣人的老师呢? 当然就不是汉宇 另一个更加早的汉家的祖先 陈喷唐 其实父亲节呢就是一个呢 美国开始的节日 和母亲节一样 美国的影响力很大的 就是在美国开始的节日 很多时成为世界的节日 那这些影响力是大过中华文化的 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节日 是全遍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不过母亲节和父亲节 这些美国的节日 很快就传开了 变成世界性的节日 就是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 那至于台湾就没有庆祝 今天是父亲节的 台湾没有传统 当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 是父亲节的 它反而是跟回1945年文革时期 杜月新 上海青帮的杜月新 建议的一个日期 就是台湾的爸爸 就是8月8日当父亲节的 流传到现在 这个就是自己原创的父亲节 台湾到现在 都是过8月8日当父亲节的 而不是过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那说回呢 我的姓呢 当然是来自我的父亲 就是姓汉的 姓汉这个姓真的很少 我自己在做人做了半个世纪 我在这么久呢 我遇过一个和我同姓的人 跟着我老爸跟我说 姓汉的人应该都是一家人 因为这个姓数太罕有了 罕有成怎样呢 是八宗无一都不止 是千宗无一 一千个汉人都没有一个姓汉的 是有多少呢 是百分之零点零六 哇 就是你知道是多么少 零点零六 是才有一个姓汉的 现在全中国大陆 或者加上海外 华人的世界里面 只有六十几万人是姓汉的 很少的一个姓 为什么这么少呢 是因为这个姓曾经被 汉朝的时候追杀的一个姓 是的 那么我们的祖先 我的祖先 曾经被这个汉公祖劳邦 追杀的一个家族 当然就是关汉语的事 那么汉语呢 之前汉市这个名字 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三千多年前 在周朝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叫做汉国 后来被楚国灭了 后人就用国家的名字 当自己是姓氏 那些人就叫姓汉的人 是的 那是由汉国那些人留下的 河南省的一个汉城院 我都没去过那里 老实实 不过姓汉虽然人口这么少 即他得到现在都六十几万人 在八宗无一 千宗无一都没有这个姓的 曾经都是侵霸天下 文武相传的 文又有出过孔子都叫师傅的汉托 武当然就有西楚霸汉语了 那这对对暖呢 刚才我说的这个天下这么霸气的对暖 是怎样来的呢 即是所谓的这个 陈喷天子库又作圣人师 在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清朝的嘉靖年间 在嘉靖年间的时候 有一个村庄 在江西的一个村庄里面 住了姓朱和姓汉两个大家庭 在家庭里面 姓朱的就起了一个宗旨 起了一个祠堂出来 就挂了一幅对暖出来 就是将自己姓朱的祖先的威水史写出来 就叫做两朝天子一代圣人 两朝天子就是指后梁的太祖 朱温和明太祖朱元璋 两个都是开国的皇帝来的 那一代圣人当然就是朱熙 李克大师 赞李克于一生的朱熙 就写了朱家几威水 有两代的天子 一代的圣人 两朝的天子都是他们的祖先来的 那对面那个姓汉国家人 当然就不甘示弱 要搬自己的祖先出来 结果写了夏暖出来 就是我们朝在汉氏宗庙那里 挂了个招牌出来 写了夏暖是什么呢? 烹天子服做圣人师 就是说我们主的天子 当然是指这个劳邦 汉高祖劳邦 因为汉宇和劳邦打仗 那时曾经就要挟 要将他老道煮出来吃 接着劳邦说 不如你分一杯羹给我 就是分一杯羹都是这样来的 圣语 那就是他曾经煮了天子的老道来吃 至于作圣人师是谁呢? 圣人师当然就是三字经里面都讲过的 即宗里思汉托 当年的宗里当然就知道孔夫子 孔夫子也是当汉托是老师 那圣人都会最伟大的圣人孔子 都当我们的祖先 即是姓汉做老师 证明姓汉多厉害 文武都相传 那当然霸王别姬的故事 也就是耳熟能长 大家看电影都看了不少 一个就是抗世的英雄 一个是绝世的美人 不过两个人都是二十多三十岁 项羽就是三十岁的时候 乌江智敏的 如姬比他小 两个都在故事里面死了 两个都身亡了 那哪里有后人 哪里有我这些后人呢? 不过根据历史的记载 就不是这个霸王别姬的电视 或者是京剧 历史的记载 在史记的项羽本记里面 余姬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他就是 项羽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娶了老婆的 是他的一个战将 叫做余子琦的妹妹 很美女 就娶了余姬 那项羽无顏见 江东父老在乌江边自问 究竟他是什么后人呢? 有没有后代呢? 那叫到了朱熙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李和大使朱熙 曾经编过汉氏的宗谱 虽然你说这两家人 是打对台 不过朱熙都帮我们汉家 编过一个宗谱 就说 汉羽取于氏 龙就是生了个儿子 叫做龙 就是龙起的龙 兴龙的龙 然后走烂了 汉羽兵败那时 自杀了之后 汉龙和他妈 鱼姬走烂 走到兆庆的 汇溪山那里隐居 在那里 现在都有汉王子 可以做证明的 就是有一个寺庙 就是做为证明 就是当时 汉羽的后人 就在这里走烂 是的 所以其实 汉羽和鱼姬 是有后人 然后一代一代的流传了 我老徒就说 我这一代就是75代 可能你觉得 汉羽的故事 和你太遥远了 我说一篇作文 里面所有的诚语 都来自汉羽 和他的故事 现在的疫情 虽然说是四面楚歌 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千万不要目求而观 作逼上观 更加不能够 汉庄无见 意在佩共 只相骂怀 而应该打破 楚河汉界的范围 供库时间 期待有一天 敢依野行 依敢还乡 里面的诚语 全部都来自于 四字诚语 全部来自于汉羽 和他的故事 所以 其实是一个 很威衰的祖先 我也很 proud 就是 我有一个 就是 这八山是气概誓的 西楚八王的祖先 还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 祖先的老婆 即是鱼姬 都是属于我的祖先 还有这个 汉托 大家可以上网看 汉托是什么 三文 他和孔夫子 三次的对话 原来他在十二岁就死了 天才神童 十二岁就死了 因为他太聪明 太多人妒忌 他最后被人所害 当然他没有后代 汉托是没有后代 汉托是没有后代 但汉瑜是有后代 所以代代相传 就传到来 家下传到来我这儿了 希望呢 在父亲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追熟自己祖先的故事 是的 然后呢 和老爸吃一顿饭 问好一下爸爸 是的 这个都是很好的 就是联络亲情 联络感情的时候 特别是现在疫情的时候 就是一个电话 或者是一个视讯 其实呢 加书值万金 就是这个时候了 我今天分享就到了这里了 祝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